关于昨天的比赛,赛后双方主教练都讲了什么呢,大家也挺关心的 然后呢,还有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就把这个圆没圆着的搬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他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我们在结束我们要有很多对象,因为这个练习是一类比赛的 因为对手是目前在线板上的防守 然后最近比赛很精神力,成绩也不错 如果是在前面的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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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我们没有关系到这种状态 我们的观众是很难控制 而今天我们的观众是很难控制 我们在任何时没有做到任何状态 我个人看法是重要相反的 我们在现场遭受了现场观众 更多的压力 包括在现场 很多现场观众通过防御水平 通知防御水平 对我们的安全遭受了一些 我们主要是我们队 在各项赛地的总统当中 我们是专心与比赛的一支球队 包括在技术统计当中 在竞争方面控球率 包括射能竞争效果的场合 我们都在比赛中 在前面 我们是一直将这一方的比赛当中的球队 在入场 这个问题 这一场比赛 我觉得这场比赛 是一个主要原因 在于我栏 那么在十五分钟 打下一个人的情况下 我们也没有阻挞我们的防守 因为下场 先进去以后呢 我们的进攻也变得很难 虽然球员很尽力 我们也试图通过一些人员调整 这个比赛发过来 比赛没有拿回 那么我觉得中华正当比赛呢 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组结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的心态 包括我们整个球队对待这个联赛的态度 我觉得都觉得我们一起好好组结 然后我们一起回去 会把这场比赛好好看一看 然后去组结好 那我们组组比赛就棒了 谢谢 谢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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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